也许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种花作为代言,但哈尔滨有。 如果你在五月来到哈尔滨,你会看到哈尔滨地初的季节限定名片《丁香之城》。 每年五月初至六月末,是丁香花集中观赏期。 随着不同品种的丁香花次第开放,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和公园都充盈着沁人的芬芳。 丁香花是我国传统名花,在古典诗词中象征着美丽、高级、幽怨。 有句诗你听过吗?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透烧头。 宋代诗人王康曾在诗中表达对妻子丁香一般忧郁而畏土的思念之情。 一座城市应该有一个标志。 1988年4月12号,丁香花正式确定为哈尔滨市市花。 丁香的品格,一如哈尔滨的城市品格, 据小朵呈大气,经严寒而知凡胜。 冰雕雪素并不是哈尔滨唯一经验。 丁香这张带着香味的城市名片将继续传递哈尔滨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